接著要帶您看AI的焦點 那麼都鎖定在了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的身上 那麼他今天就要離台了 那麼跟他同天離台的 還包括了這超微的執行長蘇之鋒 只不過呢就在現在 我們帶您看到的是 松山機場的現場 那麼現在呢光是這個簽名 已經簽了20分鐘這麼久了 那麼可以看到黃仁勳要離台 很多的粉絲就守在機場外面 什麼東西都給他簽 包括了球拍 包括了電腦設備 甚至有人帶顯示卡 就是希望能給黃仁勳簽上名 所以光是在這邊簽名 就快要半個小時都沒有離開 足以見得黃仁勳的高人氣 而其實今天不只在機場 很多的粉絲一大早 就跑到他下他的飯店報到 那麼當然也有人為了看偶像 那麼原定的行程 全部都因為他而打亂 因為原本他早上就要離開了 但現在的班機已經改成 晚間才要起飛 粉絲把電腦棒球通通拿出來 讓黃仁勳簽名 因為8號AI教父就要離台 一大早粉絲就來文華東方酒店報到 不過因為黃仁勳曾說 台灣是世界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大陸觀察者網評論 要求黃仁勳給個說法 這連松山機場也有南部粉絲 凌晨3點特地搭車北上守著 就是為了見黃仁勳一面 不過原本8號上午就要搭乘專機離台 沒想到黃仁勳和妻子中午跑到廚房客家美食 享用蒼蠅頭客家小炒 美食地圖再加一 就像林家大哥一樣很親民 給他用完餐的時候 還付了蠻大筆的小費給我們員工 大器給了七位員工一人一千元小費 更再次造訪黃仁補成肉粽 肉粽定業者一看到黃仁勳樂開懷 衝上去擁抱 而三兆男也很阿薩里 一口氣買了十四份粽子餐點 還送上超大紅包 更不忘在店內牆上簽名 稱讚肉粽好好吃 我們沒有想到他會來 真的都沒有想到 非常非常辛苦 據了解黃仁勳預計在8號 晚間8點離台 而離台前夕還傳出 一汉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會面 接下來的行程各界關注 聽閉的新聞 李建偉 劉瑄 SNR小組 張某島 黃仁勳來台造成的旋風 還公開說台灣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但對岸的中國卻罕見 沒有大動作反駁 要知道在過去 這個對岸是農產品 可以說是說盡就盡 就連台積電都不敢交惡 外媒就分析了 非常有可能是大陸官方意識到 這中國需要回答 但是回答不需要中國大陸 因為目前全世界的AI晶片 都是回答一個人的武林 所以即使華為有中國政府的大力扶持 但是生產的晶片效能 還是比輝達的降規版晶片還要低 所以尤其目前輝達使用的 5奈米跟3奈米的晶片 但大陸製造的技術 還停留在7奈米以上 而高度依賴輝達的高端AI 圖形的處理器 美國媒體就分析了 中國政府就是知道 批評黃仁勳現在是沒有好處的 不過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其實講到黃仁勳 大家都覺得現在他不管是做什麼 說什麼都備受關注 甚至連他吃什麼都是焦點 當然他的穿搭也掀起一波熱潮 還記得過去嗎 賈伯斯戴起了這黑色毛衣風 那麼還包括了像是祖克勃的T恤風 現在是不是黃仁勳要戴起一個皮衣風 他現在更被封為科技業的泰勒斯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來台灣之後 再度掀起了人來風 從他落地的這一刻開始 他的航班 甚至是他愛吃的美食 都整理出來一系列的 黃仁勳美食地圖 當然他的一舉一動 備受關注 甚至這個META的執行長祖克勃 他就說了 他覺得黃仁勳根本就是 科技界的泰勒斯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他們的穿著 也是備受關注 黃仁勳他從來台灣的這一刻開始 大致都關注到 他其實全身上下最愛穿的 就是這套黑色的皮衣 裡面搭的是這個黑色的T恤 那我們看到這幾位科技大佬 像是Apple的已故創辦人賈伯斯 他的標準配備就是高領毛衣 加上了牛仔褲 另外剛剛提到的 META的執行長祖克勃 他則是時常穿這個高級的T恤 來展示他自己的穿著 而黃仁勳當然他就是穿這個黑色的皮衣 加上黑色的短袖T恤 不過為什麼他們都會穿這樣子 類似的穿著呢 其實就有設計師分享了 他認為這樣子的黑色皮衣 其實有這個挑戰常規的意味存在 另外其實黑色皮衣 也是非常休閒近人的 穿在身上感覺非常的親民 再來也看得到 其實輝達也是將黃仁勳 把他當成自己的品牌 建立成了輝達的形象所在 而且黃仁勳也成為了 生成是AI的這個代表人物 而現在黃仁勳帶來的風潮 尤其他之前不是講到 這台灣的TAI跟AI有關係 所以現在有綠營的支持者 就直接連結了說 這賴總統LAI也有AI 蔡總統的TSAI也有AI 什麼都要跟黃仁勳的AI沾上邊 那麼現在就連台北市政府 也要把握機會 推出官方版的揮答 執行長黃仁勳美食地圖 因為市長蔡萬說 他就是最佳的彈宇人 中午節 華龍舟 特上蔡萬特別捲瘦 瘦肌肉 但剛忙完總質詢 沒太多時間準備 這一劃是否能迎接四寶 華龍舟可以助運 那最近有沒有很... 無論說嗎 沒有任何運動其實都很好 掌勢風格不好多說 凍結三天假期 另類的推銷台北 北市府官傳局 推出官方版的揮答 執行長黃仁勳美食地圖 四大夜市到十八家的經典名店 私處料理 採點名單應有盡有 要讓市民吃夠加採購 黃仁勳確實是一個最好的代言人 大家可以看到他到 台北市各個夜市商圈 以及他走訪的餐廳 都吸引非常多的注目焦點 而且都造成這些商圈 以及夜市生意爆補 總把握這一波人來風機會 除了要跟著黃仁勳的腳步 探索台北 想弄每位 黃仁勳日前喊的這一句 掀起AI旋風 台灣英文藏著AI兩次 有網友發現 總統賴清德 前總統蔡英文的姓氏 也都藏著AI 行政院長 卓榮泰的太拼音 也有AI 他最後有講 產業發展最大的挑戰是電力 務實的解決 產業發展的困境 才是政府的責任 而不是玩文字遊戲去蹭聲量 日銀支持者的嗨 國民黨不以為然 TVV 新聞董事劇 高本營演宣 而AI巨頭接連來台 也讓台灣的高科技業 備受矚目 又加上這兩位AI巨頭 都是台灣英娜 這恐怕也讓鄰近的韓國 真的是好緊張 韓國媒體就說 會不會韓國接下來 被邊緣化了呢 請照招人 這次為了Computers 各界科技大佬都來到台灣 尤其是會打執行長 黃仁勳掀起了人來風之外 就連超位執行長蘇茲 也來台灣兩人各自 為了Computers 進行了像是一連串的 AI式生成發展的相關演講內容 甚至黃仁勳還說 台灣簡直就像世界的支柱 也引發了全球的關注 而我們的競爭對手南韓 他們就非常關注這樣的議題 認為台灣現在的科技發展 真的非常的火熱 尤其他們也觀察到了 即使上台積電 他非常緊密的合作 像是包含了輝達 Apple還有超為都是非常緊密的 合作夥伴之一 所以台灣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但是看回來到南韓的三星 Samsung 他們雖然說有IC設計 也有晶圓代工 不過這幾項產業都不是 世界頂尖的一流的技術 所以他們也擔心說 會不會因此在世界被邊緣化了 而且三星雖然說他們也有 這個AI生成式的相關產業 有一條龍式的服務 但是他們的產量 還有這個訂購的單數 其實都不及台灣的 這個相關的產業 還要來的更多 所以韓國媒體就認為說 南韓的半導體產業 有邊緣化的危機 這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黃仁勳在台灣 刮起的旋風 有人說現在是 人來風 黃仁勳的人 那麼陸造社其實是引用 當年林淑豪 引發的林來風 大家還記得嗎 那麼以黃仁勳的英文名字 Janson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 就叫Jansanity 人來風 CNBC知名財經主播 野豐黃仁勳不只把愛犬取名叫揮答 連穿搭都有仁勳Style 這個最好的方法 我知不知道 好嗎 詞弄 你知道嗎 這是最高的形式 直接穿上新買的黑色皮夾克 感受仁勳魅力 CNBC主播越講越興奮 還說自己早看出黃仁勳不同反響 外媒主播最發超天 主要還是因為這簡訊 美國時間周三 回答股價大漲百分之五 來到一千兩百二十四美元 歷史新高 這一天回答市值 突破三兆美元大關 一舉超過蘋果 成為全球第二大公司 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Everybody 這是一個問題 是 我可以幫你 什麼問題 黃仁勳 身價水漲船高 但每次現身 又總是親切與人互動 不少外媒 注意到這位AI教父在台 人氣超高 其中路透社更以林舒豪 先前在NBA創造的 Linsanity現象比喻 說黃仁勳在台掀起 Gensanity旋風 第一位像大明星 撇開黃仁勳個人魅力 AI趨勢 已經銳不可擋 不過美國財長 葉倫仍警告 未來得提防 AI導入金融領域 可能釀成的風險 雖然金融領域 使用AI 可以使工作效率變高 例如幫忙 偵測逃漏稅 防止詐騙 洗錢 及恐怖主義募資等等 但相關領域 安全性 充滿未知 甚至可能運算出 藏有偏見的結果 Yellen's also gonna mention 但則是AI比人類更有創造力 能完成所有工作 導致人類失去追求目標的動力 特斯拉執行長 馬斯克就曾做過類似發言 AI科技才剛加速發展 全球各地 卻已經傳出不法事件 利用AI聲響技術 干擾政治 散播假訊息 今年初就有AI聲響拜登的聲音 呼籲選民 不要去初選投票 川普最近也被合成 穿上橘色球服 偏偏這些社群 網站平台 很難百分百杜絕散播 IMFD副總裁 最近更以1980年代 自動化取代大量職位的情形 為例 認為AI確實有可能 在經濟不景氣時 瞬間搶走更多人類工作 雖然AI帶來無限可能 但隱藏的風險 各行各業都必須提前面對 這次新聞綜合報導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晚間搭乘專機離開台灣 台近代我們去看看現場狀況 AI照顧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8號晚間現身 在台北松山機場 搭乘飛機離開台灣 而在現場 也有大批的粉絲聚集 要一睹黃仁勳的風采 黃仁勳也大方的幫民眾來簽名 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誰有青的 藍色 英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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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跳到 黃仁勳揮手 跟民眾Say goodbye之後 也發紅包給空服人員 讓空服人員是感到非常的驚訝 其實這一次黃仁勳本來是預計在8號上午就要搭乘專機離台 沒有想到黃仁勳跟妻子中午跑去吃客家美食 晚上搭機之前又再到海鮮熱炒店用餐 這一次在台灣吃遍美食也為了AI領域費盡苦心 後續在AI上面的發展也引發民眾關注 超維AMD執行長 在台南的輕裝走進高雄小港機場 8號傍晚 他搭乘美國彎流航太的G650私人噴射商務機飛離台灣 時間往回到同一天上午他回到了出生地台南老家祭祖 雖然是家族聚會但蘇爸爸對記者講了什麼 蘇茲峰也特別注意 聽到他講到工作 蘇茲峰一個小動作 輕輕拍了爸爸的背示意了一下 蘇茲峰的副職背共有8人 他爸爸排行老二 這次他回台灣 旅居美國跟日本的親戚們也專程返台相聚 一大早在老家 不少親友甚至粉絲聚集 邀蘇茲峰合照 他也跟親戚們聊了好幾個小時 你享受台南美味的食物嗎 對 但不足夠 他們都很美味 但我喜歡台南單子麵 這回離台前 他笑著說 應該很快就會再回來 必須快要回來 TVBS新聞 埃昭閒 賢莊盛雄 台南高雄採訪報導 美國蘭德公司的資深顧問認為 隨著深層事業的發展 未來全球只會更加依賴台灣 台灣處於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在地緣政治風險考量下 台積電接連在美國日本德國設廠 蘭德公司科技分析資深顧問 古德里奇表示他不認為這會讓台積電被掏空 深層事人工智慧將讓全球在先進製程半導體上 繼續高度依賴台灣 古德里奇認為在技術上台灣的地位有機會更強勢 但也提醒在2014年先進晶片產能還領先台積電的英特爾 因為管理和技術決策失去優勢 台積電也可能會犯同樣的錯誤 而真正的挑戰是能源供應的限制 以美國為主的民主國家主導晶片製造能力 從政府層面前置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 但還有一些非民主地區也積極投入半導體產業 像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共投資基金和阿聯酋 古德里奇認為美國等國家勢必將考慮 要如何應對其他非民主國家在晶片製造的發展 TVBS新聞嘉輝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